这对明星结婚三年 光孩子就三 如今才办婚礼 想捞分子钱 吗 现如今的婚礼 基本上就是一个仪式 新郎新娘们在台上 说说他们相识相恋的过程 给老人们敬敬酒 然后说一些相守终生的誓言 走作过场 收收分子钱 这就是如今的婚礼 我们老百姓的婚礼是这样 明星的婚礼那就更厉害了 比如说baby杨勇和黄晓明 结婚时举办的那场世纪婚礼 据说去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他们的婚礼有很多的赞助商赞助 不管是洗堂洗酒还是服装道具 这场世纪婚礼 让baby和黄晓明收了多少份的钱 我们很难以确定 baby和黄晓明毕竟是新婚艳儿 两个人领了证 然后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这完全说得过去 下面的这对夫妇那就有点过分了 贾静文和修杰姐这对夫妇大家是了解的 贾静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遇到了修杰姐 尽管男方比他小很多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进展的非常去猛 很快的就一起去领了证 领证之后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三年 生下了两个女儿 加上之前贾静文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他们一共有三个孩子 这样的两口子竟然传出了要在今年冬天结婚 结婚三年光孩子就撒 如今才办婚礼 想要分的钱吗 小编很好奇 正也领的孩子也久了 再来结婚 难道只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那一点遗憾吗 只是为了走一个婚礼仪式的过程吗 估计应该不完全是吧 明星们结一次婚 不光赞助商会给很多的钱 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所随的分子钱数额也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明星们结婚